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热线电话中等着你 在回忆墙前等着你 让泥平大姐与公益寻人团为你解开心结 让万千公安民警与志愿者为你寻回失落的幸福 在这里我们重铸对爱的信仰 在这里我们找回属于你的生命之光 等着我穿越希望之门 再一次为你而来 我们又见面了观众朋友 对 这是一当地非常熟悉的栏目 就是由技术员酒店独家冠名的大型的公益栏目 等着我 好 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 希望继续关注 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有请 她原本有个和善慈爱的妈妈 却突然就变坏了 妈妈 妈妈 之前小时候嘛 是一个很有母爱 很好的一个人 后来就变了另外一个人 我都不认识了 苦难的生活没有将她压垮 反而拒就了她开朗的性格 她们都会笑啊 笑了后我也会笑 笑容背后她也会孤独也会难过 美人静人下来的时候 是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人 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她能否找到苦苦思念的父亲呢 有请 来 请老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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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我今年34 34岁 对 找什么人呢 找我爸爸和我哥哥 我姐姐 唯独不找妈妈 为什么 我妈妈现在她还是在我身边啊 六七岁的时候 有两三个人去我家之后 把我妈给骗出来了 也把我给印药带我出来 骗到哪了 广东啊 猫咪 你原来老家在哪 原来 你们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家 是养父 现在是养父 一直过到现在 那养父对你还可以吗 不好 不好 妈妈和这养父又生了孩子了吗 生了 生了两个弟弟 一个妹妹 他们对你怎么样 我两个弟弟对我特别好 哦 是吗 那么懂事 每次我爸妈打我 不让我回家 然后 我弟弟他们就拿饭 偷偷地在家里拿饭这些 过去给我吃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 要找自己的爸爸 一直以来都有 妈妈是你的亲生妈妈 她怎么对你这样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之前嘛 我一岁到七 六七岁时候 还过着生活嘛 比像个小公主一样 有男的是小马 他那时候 他当心男 我就当心娘 我哥他们当 跟你这些 然后画画野草 待在我头上 就喜欢你 那时候还蛮开心 我去到哪里 我姐姐和我哥哥 他们的爱护我 都带着我去 背着我去 在我印象中记得 我在我家里 本来就是一个小宝贝 我姐姐他们没有米饭吃 只有我一个人 能吃上米饭 这样 那时候我觉得 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小孩子 靠着养父家 就开始不好了 那时候他们帮我卖嘛 那时候没人要嘛 女孩 他们想卖出去 是啊 没人要嘛 就留在家呗 妈妈打过你吗 打 用肠子肠 不给饭吃 她自己 之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吧 后来就变成 我也不认识的母亲 她对她那几个孩子好吗 后来生的那几个 还行 他们对你这么不好 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们 还在这个家里啊 那时候还小吧 现在在外面打工 自己有家了 还是单身吧 等找到爸爸 哥哥姐姐 你就准备离开妈妈 回你的老家吗 回 回云南 和他们一起过 再也不分开了 这个女孩挺有性格的 我很赞赏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 苦难 早不太压垮了 你觉得你苦吗 不苦 笑一笑 什么都是都可以过的 真的能笑对生活 笑一笑 什么是你这么乐观 从小就这样吗 从小这样 老人家教我的 笑一笑 没什么过不了的卡 这样 很赞想这样的妹妹 她性格太好了 因为她的 真是想象不到 喜欢这个妹妹 她如果找到她老爸 她的性格会更好 她生活会更欢乐 因为她是一个能够主宰 自己命运的人 你看她的母亲 即使是想改变 但是可能最近 最后仍然不如意 其实你母亲 有的时候打你 未必一定是她恨你 她可能是恨自己 有的时候你可能 你仔细去 站她的角度去想 你的母亲的 这样的一个压力 但是我觉得 好处是什么 周围人所有的 不公平的眼睛 不公平的待遇 没有让你长歪 你自己成为 自己命运的主宰 我觉得就这一点上 你比很多人都很强 你什么时候 是最难过的时候 是夜晚吧 夜晚 一个人静下来 是时候会哭 白天 你觉得是装着 还是真的快乐 反正我就觉得 我是两个人 晚上的话 我很害怕 夜晚黑黑的 然后一个人静下来 特别害怕 看着天亮 就特别想 哎呀我姐姐 我爸爸出生 马上出现在我面前 我一觉睡醒来 他们就在我面前了 哇多开心多快乐 一睁开眼睛 没了就哭了 这个 我弟弟他们两个嘛 每次我爸妈 打我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时间 他都会站在前面 就是 反正他们毕竟还小 这两个弟弟 今天都跟你来了 我那个弟弟跟我来了 大的弟弟 大弟弟上场 来我们认识一下 一个好弟弟 这是我弟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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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弟弟 是我大的弟弟 我们都感谢你 觉得你很了不起 能在这当中 保护姐姐 不怕你爸 你妈 打你 是吗 是吗 对 勇敢的孩子 觉得姐姐苦吗 都苦 那时候 九几年 那时候都很苦 我们那时候 我姐姐 没放吃 打的时候 就不给他回家 所以吃饭 我们吃吧 吃完饭了 就拿饭出来 给他 偷偷拿饭出来 你妈妈 爸爸知道了 不打你 不打 不打哈 不打我们 他知道了 我可差 他们两个不会打的 姐姐上山砍柴 你也帮着姐姐吧 那个没有 没有 看财的 没有 就挑财 这些 他们都是很小 不给他们做 给他们做的话 如果收尾有点散失 那我可照样了 需要明确一下 不管是亲生子女 还是继子女 这个父母 都没有任何权利 来打孩子 如果打的话 就属于家庭暴力 轻则违法 重则是犯罪 实际上是可以报警的 警方会依法处置 如果其他人看见 有人打他自己家里的孩子 也可以报警 而且呢 像学校的老师 医院的医生 他是有强制报告义务的 就是发现有孩子被人打了 就一定要报警 你知道吧 姐姐如果找到他的亲生爸爸 他就要离开 你们了就会晕蓝了 你很难见到姐姐了 难过吗 难过 但是也高兴吧 希望你能找到 如果真的找到了 找到了 你也 要考虑一下 因为你们这边也有家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广东这边 真心的 希望他留在广东这边 我会替我姐姐高兴的 替姐姐高兴 不过你 你怎么了 我心里还是很难过 我们姐妹之间 出去三姐妹 什么时候都牵着手 什么时候都搂着 都抱着 都不会发开过 这是你姐姐今天上场第一次掉眼泪 是被你吗 是啊 第一次在她面前掉吧 是吧 勇敢这样子 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你眼里 对我们都很好 像个姐姐样吧 是 像个母亲那样子 像母亲那样 那姐姐走了这份母爱 姐姐爱就没有了 你怎么办 你愿意吗 不愿意吗 那是为了姐姐的幸福呢 姐姐也得有亲生父母 也得有家呀 勇敢是一个妈妈 知道吗 知道 所以你们身上也有血缘关系 祝福姐姐好吗 你再坐着等着姐姐去找爸爸去 好不好 好啊 站起来 走向希望之门 来弟弟在这儿等着 让姐姐去找爸爸去 我相信他们会来的 接我回家呢 不来也不失望啊 家里还有弟弟等着呢 另一个家还有呢 姐姐 找到 你不相信姐姐 不管去到哪里 我还会在 你永远是我弟弟来的 不管我到哪里去 我还是回来看你的 我还是回来看你的 我 我 你永远 在我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本能就是一个小宝贝 这样我走生那么多年 我心里只有你这个爸爸和哥哥姐姐 Datab�� 作人 Łukasz 在她名 Plant 准备好了吗 孩子 只要我活着有一天 我会找到我姐 和我爸 和女 mam 欲元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 你终于来了 我也好 我的朋友 带你来接我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谢谢啊 好 来 来 把爸爸和哥哥领过来 我们认识一下 来 弟弟站起来迎接一下 这是姐姐的爸爸和哥哥 来 坐下吧 爸爸找到女儿 高兴吗 这是妹妹吗 是哈 还有印象 妈妈走的时候说 那边安排好再来接你就再也没来 是吧 你们就跟着爸爸生活 爸爸后来又找了妈妈了吗 没有 我从他们 从我妈妈走了 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出来了 就跟我大姐带到江苏来 就是那反正我们家挺穷的 生活条件也不好 就是在家里妈妈经常都是被人家小孩欺负 人家都说我没妈 没妈就是我自己就是带着出来 基本上我都在外面打工 为了在这个建筑工地上面打工 你哭了妹妹 你不是个阳光的孩子吗 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啊 我们是云南闻山的 云南闻山的 当年你母亲走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当时是我家门口有个知己地嘛 人家要真的跟我们家拿东西 跟我们家换 换了吗 就是这个东西没给我家 闹了一点矛盾 闹了一点矛盾 最后我妈 我妈又走了 走的时候她说 我还会回来的 她回来的 一等就是二十多时 我干嘛都没见到那么多 湖南的一家 你旁边那个是跟你有血缘关系弟弟 是我们的弟弟 你们是同一个母亲 握握手吧 大哥跟小弟弟 好 以后互相帮助 互相牵挂着 同一个母亲吗 妹妹 你一直是很快乐的 现在一直在哭 哭得我们都心疼 你是高兴地哭吗 对啊 找到哥哥 找到爸爸了 对啊 我的梦走音的思现了 没事了 现在没有多少苦吃了 对 没有多少苦难 现在有哥哥在这里帮你扛 没事 有我在 可以过陪你们南南的生活的 好 那就领着爸爸走向幸福之门吧 好吧 我们祝福这一苦难的一家 从此百断苦难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杨安慧的母亲 当年是带着杨安慧 离家出走的 这样的行为 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无论怎样 苦难的生活已经过去 找到爸爸和哥哥后 等待杨安慧的 将是幸福美好的生活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路边的一个女婴 给她们带来欢乐 但同时也带来了痛苦 小时候她皮肤很黄 我们以为她营养不良 但是一岁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们 欢欢有 是地中海贫血 想要养女活下去 只能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如果不骨髓医治的话 她只能活到上学的眼里 今天来希望找到 慌慌的亲生父母 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 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 只要能救过他 你们什么条件都愿意 答应 能够把冰格拉治好 送最大的信念 有请 谢谢 您好 您好 弟弟一头的白发 你找谁 长过孩子的父母亲 孩子的父母亲 那你不是她的父亲 我是她的养父 你是她的养父 多大收养了她 大概就是三个月的吧 在哪收养的 在医院 孩子是什么情况 孩子现在有病 你检她的时候知道她有病吗 检她的时候有三个月大 有病 发现有病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一岁多的时候 什么病啊 这个是地中海贫血 男孩女孩 小女孩 小女孩 她主要是现在是出血 她不过水医治的话 她只能成活到小龄前 怎么发现孩子有病了 她的皮肤一直很黄 很黄 很黄 对 当时在我们的那个医院 检查的时候 都怀疑是这种病 在我们那个 县医院 市里面 一个卫生院 我们说去检查一下 通过她检查 找到一个很老很老 一个老人家看的 她说你孩子没病 一直当贫血治 那治啊 差不多 一岁多的时候 感觉是越来越黄 然后到大医院里面一查 她这个鞋车数 当时只要五十几鞋车数 正常的是一百二 一百只一百三 对 你们自己有孩子吗 有了欢欢歌后才有乐乐的 有了她之后才有了 对 为救这个孩子 你们现在花了不少钱吧 钱不是问题 钱没有可以证 但是孩子太辛苦了 特别是两岁多的那一次 她发烧特别厉害 人头烧 浮渡了 失去自觉的感觉 然后送到我们当地的医院 就住在那个中正监负室里面 医生告诉我们 你的孩子保不住了 有可能 要走 但是我们没放弃 我们说 给我们抢救 我们在ICU门口等到 十二两多钟了 医生叫我们回去 如果有什么 电到我们通知里 第二天的时候 医院的电话打来了 当时我们的感觉 这个怎么 还是今天肯定走了 那感觉都是 天都塌下来了 感觉 然后接通电话的时候 医院的告诉我们 带上奶粉 他说要不是过来 我们到医院的时候 光光已经清醒了 这是第二天的下午 他看我们的眼神 就是 看到我们的眼神 就是 偷偷地看我们 看着我们都是 一直哭一直哭 他还很聪明 对 他说 爸爸妈妈 没必要过的吗 真的欢欢很懂事 特别是那个 铁超标 他有这个地种 还平一些 还不是铁要超标 当时铁达到了 差不多四千了 如果要去铁的话 就用那个 我们讲的那个 去铁胺 用一字 输去铁胺 要输八个小时 而且都是在 输血管后输 他有这种病的 小孩 那个血管 他血管 很细 很细很细 他的血管 不像我们 能够看见 他的血管 是用手去摸 他的头 追完了 脖子也追过了 没有到地方 书血 书都是哪里 小拇指 还有胶子 还有 你才看他 那就是主要大在医院 小的谁看的 小的 小的是他奶奶 奶奶看的 他爷爷 对 奶奶爷爷看的 你们就都在欢欢身上 对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 多长时间了 基本上一直到现在 都是 欢欢 乐乐 我们说乐乐 他爸爸 他怎么讲 他别人讲 我不是你的孩子 我是婆婆的 我是爷爷的 不是你的孩子 我感觉 很亏钱 那个人 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 说起这么一个养孩子 是如果没有了 天就塌了 靠近他 你知道 哪来的感情 你会一千个 不明白 但是我觉得呢 他作为一个父亲 不仅爱自己的孩子 也能爱 别人丢弃的孩子 甚至当这个孩子 已经走到如此严重的一步的时候 他仍然是一个坚持下去的状态 其实挺不容易 你老婆也来了 是吧 我们请妈妈上场 来 来 妈妈坐这儿 李婷老师好 你好 真由衷地说 欢欢的妈妈很伟大 辛苦了 这是 作为一个有娘子的人 都是这样 都会这样做的 对 她现在就是 多长时间上一次医院 现在一个月 现在是上两次 就在你们当地医院吗 对 平常孩子 有的是也到华西医院去的 孩子平常觉得痛苦吗 平常倒是没什么痛苦的 但是如果不输血的话 就是浑身没劲 在吃的方面有特别的吗 苹果不吃 苹果不吃 这些都是含铁的 它铁的 鸡蛋黄也不能吃的 反正含铁的我们都没给他吃 毕竟他这个病 输了血以后 那个铁 铁本来就高 吃了这些东西 可以更加增加它的铁 铁含量 这家子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孩子当时检 是在哪个医院 什么位置检的 是在具体时间知道吗 就是2010年的时候 5月底6月初的时候 在广安人民医院门口 医院大门口 对 用被子包着 是一个被 我们那边的 被小孩的被都装着的 咱们中国社会福利益 圆蒙基金 准备先资助他5万块钱 一样用一线先看病 争取给这孩子 发起一个全国性的募款 这样观众朋友 今天欢欢乐乐 来到现场了 我们没有告诉他 因为他这么小 也不知道我们 在做一件什么事 我们就说 请他到电视台来 给叔叔阿姨唱歌跳舞 然后咱们一会儿 把他们叫上来之后 咱就热烈的鼓掌 然后让他们 给我们唱歌跳个舞 然后我们再把大门打开 好不好 好 那请欢欢和乐乐 上来吧 来 孩子请 两个漂亮的孩子来 欢欢和乐乐 先告诉我们 唱红鞋的是欢欢吗 这是乐乐 乐乐 欢欢是这个 听说你们唱歌跳舞 都特别棒 给我们的叔叔阿姨 唱个歌跳个舞 好不好 好不好 欢欢乐乐 好啊 唱 好 好 我们走向希望之门 今天来希望找到 慌慌的亲生父母 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 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 如果不骨髓移植的话 他只能活到上学的人 准备好了吗 孩子 只要能救过他 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 为园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两个什么人物啊 这是两个什么人物啊 你认识我吗 你认识我吗 把幸运给孩子 好吗 欢欢 好不好 真好 啊 这是书冬叔叔 书冬叔叔告诉我们 前方有好消息吗 没找到 我们还在努力 我们还在努力 要不要 要不要寻大熊儿抱抱 好不好 来 寻大抱抱吧 熊儿抱乐乐 来 抱一抱 宝贝 哎呦 真好 真乖 我们到那边去坐 好不好 好 来 来这儿 真乖 走 抱着乐乐的这个叔叔是谁 给我介绍一下 来 来 我们坐下 这个其实今天我们要带来的 跟我一块儿扮熊猪末 两只熊的 这个叔叔呢 是我们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附属医院学业科的曹叔叔 曹叔叔也非常关心你 曹叔叔说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 他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小幻幻 好不好 我们不是需要 我们是很需要 主任你看我们能尽快地能挪到北京 是不是他这个病情就相对的会好一些 嗯 这孩子呢就是说现在看呢还是有一个典型的这个地中海贫血的一个面容 根治的办法呢就是说可能呀 骨髓配型 骨髓配型 把这个配型发到中华骨髓库网站 他就可以做这个骨髓的配型寻找供子啊 同时呢 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齐血啊 齐血的一些塞塞 也可以找相合的一些齐血啊 应该说 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能找到这个这个你们医院可以帮助做吧 我们医院可以帮助做 好 那你们帮助做我们就放心了 谢谢 好 现在我们热烈的把他们送上希望和幸福之门 请 虽然欢欢的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 但是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寻找符合条件的工者 募集善款 希望欢欢和乐乐能在这对夫妇的呵护下 茁壮成长 感谢大家收看由金石园九月独家冠名赞助的大型公益栏目 等着我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读者上场 童年在大多数人心中都很美好 但对于眼前的他来说 既痛苦又难过 让父亲心痛 让家人难过 究竟他来找谁 在他身上又发生了什么 有请 林平老师好 你好 找什么人呢 我叫杨金良 来自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 燃凤镇 十家马头村 我来找我的弟弟杨超 多大丢的 我弟弟三岁的时候 你几岁那时候 我六岁 那时候爸爸妈妈在哪 下地干活了 下地干活了 叫你开的弟弟 对 你怎么丢的 那时候是 是我和他们村的几个小孩在一起玩 有书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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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玩的时候 来了 来了一辆提摩的车子 过来以后第一个抱起来的是 是我们同村的书卷 结果抱起来 他一听书卷是个女孩 就把书卷放下了 就把弟弟抱走了 那个时候你在场 骑着摩托他们就走了 对我就在那追 我抓着 我抓着弟弟的脚 弟弟就喊 哥哥快跑 哥哥快跑 哎呦 你三岁的弟弟知道保护你啊 对 你也没跑吧孩子 你就抓着弟弟 我就抓着弟弟 跑了一段时间 在他背后 这个弟弟转下一直陷了 没怎么把弟弟 留下 后来你就再也没有音讯吧 骑摩托车的人也不认识 不认识 这有二十年了吧 二十三年了 二十三年了 弟弟要是在的话 现在应该二十六岁了 对 后来你们去找弟弟了吗 找了 报警了 那时候我爸回来去报警 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 没找到 对 从那以后我就当然没有见到我弟弟 哦 你那时候上学了吗 那时候上学 我没有 我没有 那时候看到爸爸 想挣钱找弟弟 对 那时候 我弟弟丢的那期待 我爸和我妈妈天天在外面找 爸爸妈妈天天在外面找 家里都没人啊 都不挣钱拿什么去找啊 那时候 小时候我爸和我妈妈 经常起了 起了个 银圈出去 把我们小羽都在桥桶里住 两年 我记得 过天的时候那几天 爸爸是天天喝酒 天天喝酒 妈妈也不怎么吃饭 哭得 哭得 眼灰快看不见了 天天那么苦 你会说 提起的时候 你弟 你弟弟肯定比你高 要比你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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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几年 妈妈 学的就 大脑都 不听使唤 有时候自己出去 连自己的家都回不去 现在 也是 尽量地提一些高兴的事 有类似的事不让他知道 看 看着电视了 有着类似的片 赶紧给他换掉 不要再看 这次你找弟弟他知道吗 现在应该知道了 我平时我都是说 我去外面打工 没有告诉他 没有告诉他 不敢告诉他 怕找不回弟弟回家更没法交代是吗 对 也是怕他伤心 六岁的你 不应该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你没有能力和人贩子去较量 可以心里松口气吧 孩子 这么老堵着堵着 你也会生病的 因为我要是当时有始终 要抓着不放手的话 我感觉那时候 人们也会把我弟弟放了 你六岁 怎么能抓得住摩托车呢 他上来的时候 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男人 真的他 平时你可能跟他打交道的时候 你看不到他的软弱 但是只要提到六岁的那件事 那就是他一辈子的软肋 他扛着这样的一个伤口 几乎无人分享 他老惦记得是 用他去交换弟弟 但是人贩子的这样一个行为 实际上是什么 让一个六岁的孩子 一辈子的挫折感 就因为那一刻 你看他现在哭得有的时候 就是哭得就像个孩子 我觉得你没必要过度伤心 首先呢 这个犯罪分子把孩子拐走啊 他是要拿孩子去换钱 所以孩子一般不会有危险 第二呢 你的父母的血量已经检测 这个输到全国打拐 第一信息库里去了 只要是你弟弟记起当年 他自己曾经被拐过 联系警方采血 能够比重 这个就能找到 应该说呢 你这个弟弟 现在是在一个地方生活着 有可能忘了 他当年被拐的这个过程了 我觉得不会忘记 因为他有一个细节 就是他拉走的时候 他弟弟不是还是让哥哥 快跑 快跑 所以你弟弟肯定是 这个印象 他是会深深地记在脑海里的 你这个弟弟 应该在哪个地方生活着 找回来就是个时间问题 所以要有信心 你也不要过度伤心 因为过度伤心之后 你把身体搞垮了 这以后 你弟弟回来了 看见了肯定也会很伤心 那你还记着弟弟吗 很开朗的一个人 对 我记得小时候 和连居小孩打架的时候 他虽然比我小 他是石头冲在前面 不让人家打着我 保护你啊 对 那年我们家排 他盖了房子嘛 爸爸和妈妈就说了 谁都不能 谁都不能上上面走去 他在上面跑 跑来跑去 落在上面 很多小脚印 到现在 只能是 人家低头看的 只能看到弟弟的脚印 我们老家那一块 我们家四套房子 一套都没盖 都是为了等到弟弟会一起 能够认识 我几次起了过 三房子 盖房子 老婆总的说没钱 我知道这不是理由 他是害怕 房子一变了 害怕弟弟 不接待了 可以 觉得把弟弟丢了 很对不起父母吧 对 今天父亲也来了 是吗 对 来我们见见父亲 我的山东老乡 父亲在哪 来把父亲领过来 想儿子吧 想 你提起孩子来 就心里很难受吧 对 对 二十多年了 二十三年了 你还记得孩子的模样吗 不大记得 不大记得 他磨了橡皮水 教个什么呢 他啥主岁呢 莫少 叫什么名字 就杨丑 杨丑 大哥腿不停地抖 心里很难受 不怪哥哥弄丢弟弟 所以大家都希望哥哥 不要有压力 不是他弄的 他那么小 人贩子他拿抵得住 是吧 对 如果今天找不到弟弟 你想对弟弟说什么 首先要跟弟弟说成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当年我没有保护好你 但是 我还是会继续找下去 这些年 爸爸在找你的时候 和妈妈不知道 吃了多少苦 真的 早点 快点回来吧 快点回来 和爸爸团聚吧 爸妈在等你 爸妈团聚吧 爸妈在等你 好 去找弟弟吧 领着爸爸 搀扶着爸爸 我自己的牛海 哥哥快跑 别人快跑 快点回来 爸妈团聚吧 爸妈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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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吗 如果我找不到 如果我找不到 我还得也会继续找 为缘寻找 为爱见首 请开门 我了 谁啊 爸妈在等你 准备好了吗 如果我找不到 那还得也会继续找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开门 杨爸爸 哥哥 很抱歉 我们现在还没有帮你们找到弟弟 今天可能让你们失望了 但是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不再让你们失望 因为你要相信我们 相信大家 相信我们的公安民情 相信我们的志愿者 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 全国的好心人 他们看到今天的节目 一定会帮你们加油 帮你们寻找 帮你们留意 另外我们在这儿也想 跟电视机前 可能正在看电视的弟弟说 你可能现在不姓杨了 你甚至可能现在 不再生活在山东这片大地上的 但是如果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些事 记得你头上的轩 记得你曾经在院里踩下的一串小脚印 记得当年 你为了救哥哥喊出的那句 哥哥快跑 就赶紧跟我们联系 哥哥爸爸都在等着你们家 加油 这个被拐的孩子杨超 是1991年被拐的 被拐的所有三岁 他今年应该是27岁 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 就在1991年 有没有谁家忽然多了一个 三岁的小男孩 如果知道这个情况 就可以和当地警方联系 由当地警方来开展调查 另外如果杨超 你现在还能记得 当年自己被拐的过程 也请尽快和当地公安机关联系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可以看一看 就是父亲的这张脸和哥哥的这张脸 就是你觉得你所知道的一个 不明来路的一个孩子 跟他们长得像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帮着多 参谋参谋 因为我觉得不管走到天远地远 父子之间的那种相似度 是比较明晰的 大家可以帮着记一下 看一看你周边 有没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们长得比较像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 他们是亲人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不关任何人提供的线索 能够能找到杨超 我们圆梦基金将给予奖利两万块钱 作为一种鼓励 谢谢大家 杨超 你是否还记得 你淘气时在院子留下的脚印 几长鹿鹿时和哥哥爬过的门窗 你为了救哥哥喊出的那句 哥哥快跑 电视机前的你 如果看到 请立即和栏目组联系 你的家人在等你回家 好 我们看看下一位求助者 谢谢 有请 大家好 我叫李清蒙 李清蒙和唐山谷 祝点里的处优献 一直在看人世都要向左边勋血 往知情人告知 谢谢大家帮忙 谢谢大家帮忙 谢谢大家帮忙